割舍业力 定后思维 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 定后思维和定前思维 定前思维就是 我还没有安定的时候 比如说 出了一件事情 我会很着急 我会很难过 我会联想很多 然后这个思想闪出来的事情 它一定是不成熟的 并会造成一定的恶果 如果定后 什么都想明白了 什么都想对了 什么都想通了 砍破了 放下了 本质上和定前思维有区别了 这个时候 你再去想问题 你的念头出来 就是叫定后思维 思维是依照智慧 发出的声音 你的智慧有多大 你的思维就会有多大 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匹马 你的思维没有智慧 你就只知道 人家吹一个口哨 知道是主人来了 不管他在哪里 就会往死里奔过去 因为他没有智慧 而人是有智慧的 思维是依照智慧 而发出的声音 这个声音 就是心念 心里的声音 你们说 谁心里不会骂人 不会讲话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会讲话的 比如 你老公欺负你的时候 你在心中就会骂他 你无所害怕 因为你用新的智慧 你用定后思维 来对待人生 所以 你无所害怕 你随意的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就是说 你已经拔除了 你的绊脚石 你把障碍 全部去除了 那才能定下来 定下来之后 窜出来的念头 叫正念 而定不下来之后 窜出来的念头 就叫杂念 如果把世界上的东西 全部看空了 看破了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了 实际上 你就定得下来了 你就进入了 犹如石像的境界 什么叫 犹如石像 石像就是 实实在在 有这个像的世界 犹如加上去 这个石像 都不是真的了 犹如就是 好像是 实实在在的 这个世界 实际上 这个世界 是不是实实在在的 肯定不是 这个世界是空的 要抓住 真法界的真实性 法界是真的 世界是假的 石像也是假的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你们必须在这个世界 抓住这个法界 你虽然在人间 你也可以说 你所抓住的 这个法界和修为 所修的这个法界 是空的 实际上 这个法界 是真实存在于 这个世界上的 也就说明 你已经修到 一个阶段了 但是 你真的要修出 这个三界之外 你可以说 连这个法 都是空的 比如说 师父现在 有个法身 师父把自己的法身 往这儿一站 你们看见 师父了吗 看见了 那么我真的在这里 法身在这里 你们看见 这是假的吗 是法身吗 在人世间 可以说 这个 已经是很好的了 但是 真正超脱 三界外 连这个身 都是假的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佛法 是理解 宇宙万物 真相的真法 如果你抓住了 它的真实性 你坚持 理念不放 就是坚持 好好修心 碰到任何问题 都能够解脱了 比如说 在你没有认识 师父之前 你对世界上 一切东西 都很怕 家里不停地 在出事情 你不知道 明天还会出 什么事情 那你今天 认识了师父 认识了师父的 这个法门 那你现在 很开心了 你说 你还害怕不害怕 你现在 不管碰到 什么事情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 找师父去 师父 会帮我解决的 师父说这个例子 并不是说 要你们找师父 而是说 你们认识了 这个世界的 真实性之后 你们什么 都不怕了 因为你们抓到了 真正的法门 只要坚持下去 不就什么问题 都解决了吗 所以 坚持理念 很重要 碰到任何问题 都能解脱 不害怕 而且自在 接下来 师父给大家讲 一切无爱的境界 一切众生 一切世界万物 都是有爱的 就是 有阻碍的 有障碍的 比如说 你在人间 会身体不好 你的东西会坏掉 你想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障碍的 如果你现在 变成了无爱的境界 就是说 你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障碍了 用人间语言讲 就是一路顺风 等到你一路顺风 没有障碍的时候 你就是学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 是救度自己 大乘佛法 是救度众生 举个例子 我今天 帮助这个 帮助那个 所有的朋友 我都尽力去帮助 这些朋友 在很多不同的岗位上 有的是医生 有的是律师 有的是官员 你说 我要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障碍啊 我救了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人 反馈回来 帮助我 你说 我还会有什么障碍 去做任何事情吗 这就是大乘佛法 你救度的众生越多 你的功德越大 你的人天福报也大 你做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障碍 师父告诉你们 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有智慧 就达到无碍了 无为 就是没有作为 什么事情 都不要去做 无为 而达到 另外一个境界 那是什么 叫开解 开解 是什么意思呢 开解就是 碰到一个问题 你就解开了 你碰到事情 你就解开了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经常碰到问题 开解了 然后无碍了 有智慧了 慢慢的 你的整个灵魂就转化了 转化之后 达到最后一个 很粗浅的境界 叫理悟 即理解的悟出这个道理 就是理解的开悟 而不是真正的开悟 真正的开悟 还要难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们从理论上 理解了它 你悟出了这个道理 但你们还没有行啊 所以修心和修行 有两种 接下来 师父给大家讲解 人间的神通力 人间不是都有神通吗 师父有神通 大家都知道 那么你们 有没有神通呢 神通力 每个人都有 能够知道 别人想什么 就是神通 能知道自己的孩子 想吃什么 也是神通 如果能知道 我今天讲话 下面有没有人听 人家会不会站起来走 也是神通 神通力又称为 被舍之道 被舍是什么 就是 不管你是恶缘 还是善缘 你都能得到解脱 好事来了 善缘来了 我能解脱 坏事来了 恶缘来了 我也能解脱 实际上 善缘也不是好事情 因为善缘来了之后 随之而来的 就是恶缘 比如说 谈恋爱的时候 就称为善缘 两个人 山盟海誓 很开心 结婚之后 慢慢的 就变成恶缘了 两个人 打 吵啊 闹啊 善缘和恶缘 都要得到解脱 你这个人 才能真正的 解脱出来 神通力 要能割舍 师父这个神通 和现在 给你们讲的 这个神通 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神通 就是说 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神力 有这个通力 想把人世间的事情 做得顺利一点 师父现在指的 是这个神通 你们能不能 把自己的烦恼割掉 烦恼刚刚一来 就慌了手脚 都不知道怎么应付 要么掉眼泪 师父曾经给听众 讲过一句话 你想了解 这个世界的真相吗 你的眼泪 就是在让你了解 这个世界的真相 因为当你流一次 眼泪的时候 实际上 你不是受骗 就是上当 或者是痛苦难过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 是这么的肮脏 这个世界 是这么的无奈 这个世界 把我捆住 绑着走 这就是 你在慢慢地 了解这个 娑婆世界的 真实性 现在 师父给你们讲的 也是这个道理 要解脱 要割舍自己的烦恼 要割舍 业力的纠缠 业力的纠缠 很麻烦 比如 明明不想要的 非要不可 明明不想看的 非要看看 明明爱的人 要离开你 明明可以拿到 你手上的钱 没有拿到 你们知道 有很多故事 说的是六盒彩 有一个人 买了两张彩票 其中一张 送给了隔壁邻居 没想到 开奖之后 两家就视为仇敌了 因为邻居中奖后 一分钱也没有给他 从此以后 他就没有笑容了 就是你们这些人 如果买了彩票后 送给人家 人家中了一千万 你也要不开心半个月 再有功利的人 至少也要 一个星期 不停地讲这件事情 见人就讲 就是一种发泄 就是舒怀 把心中的烦恼 要讲出去 这也是一种烦恼 现在的人 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让别人也要不开心 这就叫感染力 我今天不开心了 我要一个一个讲 讲的大家都为我不开心 你们看 现在人的私心 到了什么程度了 师父给你们讲的 都是人间佛法 大家要记住 无论如何 不要被自己的 业力纠缠 要得解脱 业力是什么 今天灾难来了 实际上 就是你的孽障来了 现在你们聪明了 可以念经了 可以修心了 可以解脱一点 人间烦恼 问题是 你们还是要割舍掉啊 你在念经的时候 还在想这些痛苦的事情 你想割舍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完全割掉 再加上念经 还债 你就成功了 问题是 你一边在念经 你脑子里 还是 割不掉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